现在很多的诈骗 你接到电话说 哎呦你小孩子被我绑架了 你都知道那个是假的 下面这个呢 苗栗有一位国小的同学 放学没去安亲班 他就骗妈妈说自己被人家绑架了 还好趁着歹徒没有注意 跳下车及时逃脱 网友没有查证 就PO到脸书上面 哦家长看了真的是心要跳出胸口了 吓死了 还好最后是虚惊一场 苗栗警方在北极案之后 站在了国中小门口围安 却被谣传成了有国小生遭绑架 才来站岗 就是这篇脸书的留言引发家长的紧张 其实是国小生放学 贪玩没有去安亲班 才编出了招人绑架的谎言 网友没有经过查证 就把假绑架的警告文 PO在了脸书上 具体描述当时小孩放学 去安亲班的路上 被歹徒掳上了私家车 还好当时小孩够激紧 及时从车上逃走 到了最后家长带小孩到警察局去 小孩才坦诚 不想去安亲班上课 才谎称自己被人绑架了 就怕再有意外事件发生 苗栗县编列的一百万预算 要发给全县五万名学生 每人一个保命哨子 把他军人粉散掉 他就这边吹那边吹 他就以为是自然当美来 只不过哨子还没发 却有国小生不想去安亲班上课 闹出了假绑架真俏课的传闻 还要只是虚惊一场 记者彭志明 苗栗报导 之后